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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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太讽致了 今天一定要给你好好庆祝一下 他明星 上电视呢 上什么电视跟你说了 现在网上试播一下 看看点剧率好不好 如果好的话就上电视 不好这节目就让人拿下了 你放心吧 肯定好 点剧率那是高高的 不要盲目崇拜啊 什么都没看的 你知道什么呀 这就跟买股票是一样的 就像我当年买你这支潜力股 你就必须得涨 我相信他能涨 他就必须暴涨 暴涨 来来来 这一天终于到了 来来来 终于成功 成功之后别蹬个我 别胡说八道 吴志连 吴志连 梁老师 第一期节目 在网上播出不到一个小时 点击率就超过五十万了 还在涨 咱们得尽快录第二期 你马上准备准备 至少得十期节目 真的假的 你不骗我吧 我骗你干吗 现在网上搜梁洪明三个字 第一个出来的就是这期节目 好好好 好好好 怎么了 怎么了你说话呀 是不是点击率不好 哎呀我这牛都吹出去了 学校都等着呢 你千万别掉链子呀 这股票可不能跌呀 太好了 超过五十万的电机 而且还在迅猛地增长 太棒了你 我没给你白买那些高级衬衫 买什么衬衫 现在最需要的是眼镜 你这出去了 被粉丝认出来了 多影响咱们日常的生活呀 对对对 哎 还有啊 帽子 口罩 那些明星都怎么穿的 你这都得买啊 都买 多买点口罩一次性的啊 别反复用 你现在去吗 大晚上你让我去哪儿买呀 你先吃口行吗 明天别忘了啊 放心 明记在心 爱恨凉茫茫 文句何时 哎 你忙活什么呢 小花 这不是晚上你要上电视了吗 你的讲座就要正式开播了 那不得隆重点吗 一个看电视又不是看电影 你看这又花生啊又瓜子的 这比看电影重要多了好吗 这怎么着也是一个奥运会 开幕式级别的 哎 你要不要叫你同事 一块儿来热闹热闹 我可不请 我得给你 同爸咱妈打个电话 哎 爸 哎 我是邹琴 哎 我跟你说个事啊 今天晚上八点 你一定要看电视啊 对 那个洪敏要上电视了 对 他讲座 你一定要告诉村长 让村长让大喇叭说 大喇叭告诉全村 这是他第一个上电视的 全村人第一个上电视的 对啊 全村的光荣 好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 你一定要通知他们啊 好 那你等一下等一下 爸 瓜 对 哎 我给我表姐打一个 为了庆祝 我的成功 你的伟大 今晚啊 咱出去吃 啊 咱先逛商场 然后在那美食城 咱俩搓一顿 吃个那个拌面啊 或者是麻辣烫什么的 走啊 不去 走吧 走走走走走 哎 哎 我电话呢 我要给我表姐打电话 哎呀 不用打了 恭喜老公 来 喝 敬嘴一下 哎呀 还不知道 最后播出效果怎么样 也管他播出效果怎么样 反正这一炮打响了 咱们就算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哎 我觉得 嗯 按照这样发展下去 咱们四年鬼瓦伦路 肯定提前就实现了 抓点时间吃 别耽误了看老公节目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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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到这儿坐 来 您坐那儿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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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喝水喝水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今天啊 我给老江讲一讲啊 这个宋代大宝人苏东坡 苏东坡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愿意结交三教九流的各色朋友 他有这么一个 讲得多好啊 是不是 你看 你看 胡明的孩子啊 就是有东西 这两个人在一起啊 小的时候就爱念书 什么时候都爱念 说明这孩子啊 由我了 从小啊 就胆子 不出场子 行了吧你 孩子好了都随他 不好了都随我 哪有这事啊 那是 这说明我们老梁家啊 记忆好 再一个是我老梁教育的好 对不对啊 你们家孩子真有本事 是啊 红铃有出现啊 我和他爸心里可高兴了 是是是 吃吃吃吃 你看看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苏东坡 不是骂我吗 我不是没头发吗 你说我是脱铃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老公 你说得太好了 又怎么那么激动呢 骂苏东坡是羊的 你给我手头手里 脚脚 别紧量别紧量 这个门人啊 就是不一样 骂人从来都不吐脏字 所以说咱们啊 观众也得学习学习 你这广告呢 这怎么回事啊这事 这说文化说文人呢 这怎么还插上 卫生巾广告呢 这 俗技 就是 电视台就靠广告挣钱嘛 吴伟肯定拿了很多广告费 下回我们必须跟他要 要更多的那个讲课费 你现在就打电话了 来 算了 来 算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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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之后也得学习学习 以后咱们 骂人 咱也得有素质有文化 咱们要养化 浩宇 手洗完了吗 洗好了 你看看 真干净 我来看电视 好 去吧 养空气在那儿 何必忍受感冒煎熬 三十分钟蹊跷 缓解各种感冒 这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这白富美从来都不建议 诶 等等 浩宇 翻回刚才那个台 诶 这是个本事吧 绝对是个本事啊 那么他是谁 红鸣 那打110 现在已经给抓起来了 不久就会被宣判 少则十年 多则无期 梁老师 讲得越来越精彩了 这节目要不活 天理难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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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主编 多谢啊 梁老师您的手机 好 谢谢 谢谢 没事儿 那我先去忙了 好嘞 好嘞 来 好美 你来啦 看什么呢 憔悴啊 可能时差没倒过来吧 瘦了 瘦了好呀 瘦了才漂亮呢 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要去机场接你 打车回来挺方便的 昨天我在酒店里 一打开电视全都是你 是 给第二台录了一个讲座 我都看了 讲得特别好 你在那边好吗 还行吧 就是 有些孤单 我常常会想起你们 想起我们的青春 还有青春里的那些 幸福和伤感 我去趟卫生间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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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